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卫英小懒虫起床了 卫无限好看的眉头 轻轻皱了皱 似乎是在嫌弃这个声音 打搅了自己的好梦 于是 他侧过身去 伸手想要去抱身旁的人 软乎乎的嗓音道 蓝湛 别闹 陪我再睡惠儿 咦 人呢 蓝湛 卫无限伸手过去 摸到是一个软软的抱枕 一下子从床上坐了起来 脑子瞬间清醒 昨晚 送蓝湛走后 他自己在床上滚了一会儿 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没想到今天一大早 竟然是被一个梦里的声音叫醒的 确认了蓝湛基不在 魏无限紧紧地闭上了眼睛 再次倒回了床上 心里有两个小人在激烈的斗争 一个小人是让他立马起床 吃完早饭再出门 另一个小人却告诉他 人生得意须尽欢 他现在最大的欢乐就是继续睡觉 然后继续在梦里听蓝湛温柔叫他起床的声音 可是再到下去的时候 尽管他已经用被子 把自己全身都炎炎湿湿地埋进被子里了 也在无睡意 尤其是即使他翻遍了手机通讯路和微信聊天框 蓝湛基也没有给他打过一个电话 甚至没发过一条信息时 魏无限顿时生气 可蓝湛不在 生气了也没人哄他 自己生气了半晌 魏无限从被子里爬出来 洗漱完毕后 拿着手机在家里卡卡卡的就是一顿乱拍 然后把那些毫无美点的照片 全给蓝湛基发了过去 然后佩文 蓝湛 我好想你啊 怎么办 你什么时候回来给你老公我暖被窝 还有 你看到我给你发的照片了吗 沙发说 他想你了 餐桌也说他想你了 还有厨房也说想你了 最最最想你的就是我了 怎么办啊蓝湛 明明才一夜未见 我却已经像是一年没见了真没想你 如果我因此害了相思病 你得负责 听到没 一大早就开始消息轰炸的人 他根本不知道 此时此刻 蓝湛基的一切通讯设备 都被蓝湛人没收监管了 就在蓝家别墅的顶层 蓝湛人因为职字的事情气得一夜未免 干脆连夜检查蓝西城管理蓝湛一来的业绩 发现蓝西城在管理蓝湛期间的业绩 竟比他在管理时候的业绩还要辉煌 心里不禁生起一股欣慰质感 他还没来得及好好享受这股欣慰的感觉呢 下一秒就被一阵滴滴滴的手机铃声闹得心烦 那是蓝忘机的手机 蓝湛人拿起来点亮屏幕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张张毫无美感 毫无章法讲究的照片 从窗户到客厅 再到厨房 拍照之人完全没有选取一点好看的角度 可想而知 拍照片的人该是个何等随意的人 紧接着就是一条条没修没造的信息跳了出来 蓝湛人眉头紧皱 脸色铁青 当他逐一看到那条 如果我因此害了相思病 你得负责 听到没 那句话时 终于忍无可忍 直接把蓝忘机的手机关机 扔进了书桌里 然后自己一个人坐在书桌前生闷气 连文件也没有心情再看了 一想到这个发信息的人 就是自己直自嘴里那个口口声声要过一辈子的人 蓝湛人就只觉得心里窒息般难受 肺都快要炸了一般 他哥哥嫂嫂死得早 临死前把两个年幼的孩子托付给他 他当初是如何信誓旦旦的在哥嫂面前保证 说一定会把两个孩子培养成人才的 可现在 他们虽然都很优秀 可是忘机却 蓝湛人轻轻叹了口气 起身站到舒服的南面 仰头望着墙上挂着的那幅 已经有些年头了的照片 那是他哥哥嫂嫂新婚度蜜月时 带着他去北极看学的照片 哥哥嫂嫂是多好的人啊 可却天度英眠 早早地就夺去了他们的生命 没过多久 佣人来敲门 先生 大少爷问先生是现在下楼吃饭 还是需要晚点再吃 蓝湛人这才把思绪 从遥远的过去拉回 把视线从那张 印着他和哥哥嫂嫂的照片上收回 我很快下去 佣人应了声势 转身离开 书房里又恢复了寂静 蓝湛人又深深叹了口气 才把笔记本合上 准备下楼吃饭 楼下 蓝西城和蓝忘机 已经在餐桌上面对面而坐 指手谁都没动筷子 都很规矩地捧着本财经杂志在看 用所有能利用的时间 学点有用的东西 一直都是蓝家的规矩 所以 在等他吃饭的间隙也不例外 蓝起人下楼的时候 一眼就看见了手里捧着书 眼睛却不知道 在看什么地方发呆的蓝忘机 脸色瞬间沉了下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